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your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天氣非常非常好 我們昨天有去吃下午餐 I fall away from her And I wanna know 花蓮住哪裡?我們今天晚上住金澤居 位在吉安鄉的金澤居 它的風格就是 它是田園市建築 走的是自然跟綠化、梅化的 綠色環保建築 那來到這裡呢,我們發現金澤居 它有分三棟墓屋 後面這一棟是主要接待的 會館 然後往前面走還有兩個 木屋的部分一個是餐廳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住宿的地方 然後後面那個是老闆 這個是老闆 然後我們現在是比較早到房間還在整理 所以我們要先去餐廳那邊坐坐 然後順便帶大家去看看 那前面的部分都可以停車非常方便 好,我們現在要來的是 餐廳的部分 那這邊過去其實是一個樹窩咖啡館 那目前其實沒有對外的 營業只有提供給遊客 那吃早餐還有下午茶都可以到這邊喔 我們準備來進去了 這邊是咖啡廳、餐廳的部分 然後明天早上吃早餐的部分也是來到這邊 而且空間非常的寬敞 舒適 那下午check-in的時候啊 就是也可以到這邊來喝喝下午茶 像下午茶部分 它也有提供一些餅乾、咖啡跟飲料 熱飲 那如果有興趣就是 騎騎腳踏車在周邊巡迴的 也可以騎民宿提供的腳踏車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入房了 從大馬路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 金澤居的標示 然後可以在他們的停車場停好車子之後 入住民宿老闆幫我們規劃的房間 那我們今天入住的是在這一棟 它總共有三棟 我們準備要去房間看看我們開箱的狀況 它這邊的房間其實都會有屬於自己的陽台 可以看到 這邊的建築比較偏日式的風格 很美的庭園造景 然後這個蓮花的部分啊 老闆說晚上都會開花 然後會打燈 所以很漂亮 哇好大的魚喔 大的魚 然後可以看得到那個椅子的部分啊 都是陽台 是每個房間配置的陽台 然後我們的房間應該是奶虎 然後上進門的時候 它其實都有規劃一個無障礙的設施 所以很貼心 我們準備來房間囉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房間開箱了 我們進去看看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四人房的房間 房間非常的寬敞 住室也非常大 然後廁所在這邊 化妝桌 然後旁邊有衣櫃 冰箱 的部分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 裡面的部分呢 這邊是衣櫥 好然後冰箱 然後也有提供品水啊 咖啡 吹風機 哇還有餅乾耶 這還有薄咖咖 茶包 看一下廁所的部分 喔廁所 廁所是採乾濕分離的設計 然後 沐浴爐洗髮精 其實採乾蠻大的 這個採乾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外面就是馬桶廁所 然後洗臉 抬 浴巾 其實備品是 算是應有盡有的 可以不用自己攜帶 OK 好了 出去看一下房間的部分 然後這邊也有免費的Wi-Fi 哇 這邊有個陽台好棒喔 一個很漂亮的陽台 可以 對外出去 看看可不可以打開 然後沙蔥 下面就是蓮花池 剛剛老闆有講說 就是晚上的時候蓮花就會開 這邊這個風景非常的美 很美 然後我們的車就停在前面 陽台區 非常的舒服 然後裡面也有個小小小的小沙巴 小沙巴區 這邊真的就是算是溫馨舒適 旁邊有小小的小庭園景觀 嗯 這整體的房間其實算很寬敞 舒適 可以開箱 房間開箱就這樣囉 下午當時 整個就非常舒適 每天早上的10點 一般是每天早上的10點可以預約 那老闆如果他那邊沒有事情的話 就會安排出來帶 帶大家騎腳踏車出來導覽 這是周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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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跟著金澤居的民宿老闆 來金澤居周邊騎騎自行移車 然後老闆帶我們來周邊認識一下周邊的生態環境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去小朋友就要抹在身上 然後去玩的時候那個張樹 張腦也會保護你 然後你要找那個月潤的葉子 天然防蚊液 對 月潤的葉子它的那個汁液越多 然後就是有那個 香香的張腦油味 對啊 好香喔 然後這個插在身上又是天然的防蚊液 那我們是已經不怕蚊子了 但小時候就是 小朋友出去外面野生玩的話 一定要先學會 大家 找他擋鼠 然後插完朋友再去森林裡面探險 他被溫泽叮到的機會就很可惜了 真的有 對啊 嫩的真的比較 我剛剛拿一個比較老的 比較老的會比較沒有人 對 這人不能吃的 這小鳥吃 人好像也可以吃啦 但是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吃了 這小時候我們都有玩 對啊 這個啊 然後這個是七里香啊 小時候我們玩一種很無聊的遊戲 因為七里香很多對不對 我們就在找那個誰的葉子比較大片 就說我找這一片 然後我們就跑跑跑 對我們就跑到另外一邊 欸 我的比你大 啊我輸了 我回到去找更大片 這樣可以玩一整個下午 就一直找葉子 看誰找的比較大片 然後就拿回來比 啊我輸了 我就去騎我們的腳踏車 單車之路 武術老闆繼續帶我們認識周邊的環境 然後這邊有一個水菌 環境非常的美 水菌 然後自行車道 這隻烏鴉果 它特別硬 然後這邊有兩顆 是很特別的植物 然後會開花 嗯? 它的果實多之略 在周圍還可以做果醬原料耶 哇很酷 這叫做地輪好 好 老闆再幫我們 射一下 射一下 尼亞果 尼亞果 對 第一次看到耶 對因為這歌很特殊啊 也不太看到 但是我覺得很特殊 不然的這樣很好吃耶 像那個大車的芭樂 還是我們可以看那個 殭屍片裡面那個 塞空中的桃花木劍 桃花新木 桃花新木 它也是非常奇怪的一種植物 但是冬天的時候 會覺得更冰 那個水溫大概只有幾天 泡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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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喔 泡腳池 很喜歡金澤居這片美麗的風景 一早起床看到這樣子藍天白雲的天氣 然後搭配庭園漂亮的灶景和蓮花池 真的整個就是自然生態的環境非常好 花蓮這邊就是非常非常適合做Long Stay的放鬆旅遊 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鮮空氣 看看藍天白雲心情就會特別好 大家好 我們昨天晚上住在金澤居一個晚上 然後你看一早起來天氣真的是超好的 然後金澤居內部啊它的庭園營造得非常漂亮 早上蟲迷鳥叫 然後晚上還有青蛙的聲音 那下面就是那個蓮花池 整個環境非常非常的舒適 然後這邊的床就是它不會太軟 就是軟硬適中然後棉被是羽絨被 我們昨天晚上在這裡睡整個天氣的狀態啊 跟整個溫度的狀態 讓我們睡了一夜好眠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餐廳吃 民宿老闆這邊準備了早餐 來吃吃看金澤居這邊的風格 早餐的風格大概是什麼樣子 一起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天氣非常非常好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平原的風景 非常的舒適 然後去吃早餐 早餐在我們昨天有去吃下午茶的地方 這樣我們可以就往這邊 然後對面有一個樹窩咖啡 樹窩咖啡的菜 走兩分鐘吧 不用兩分鐘就到餐廳這邊 金德居 然後旁邊這邊 樹窩 樹窩咖啡 它其實本來是對外的一個咖啡廳 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老闆已經把它轉型 目前只有提供給住客 好吧 我們來去吃早餐 裡面很漂亮 這邊的設計都是出自同一個設計室 如果你們有看我那個 彈星閣民宿的影片的話 彈星閣也是同一個設計室設計都 好 哇 早餐來了 今天金德居吃的是中式的早餐 它這邊其實是中西兩種輪流互換 你看它的中式早餐準備得非常豐盛喔 一二三十五六六種配菜 然後這個是味噌湯 然後就是紅豆粥嗎 紅豆粥的很豐盛 紅豆粥 然後就是 兩生粥好 然後就是饅頭 然後也有 咖啡 奶茶 紅茶 可以讓你們選 讚喔 然後趕快來吃 早餐囉 早餐吃完以後啊 早餐吃完以後啊 從它的 就是金德居的後門出來 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 土館體驗 也可以來這裡三三行 自己消化一下 老闆可以 你看這邊後面好多鯉魚 很活潑的鯉魚 就是如果帶小朋友來 小朋友乖乖吃完早餐 老闆會拿吃料 就是鼓勵他們乖乖吃完早餐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後面的田園的風景 這顆大龍樹 然後這個也是老闆 從一個設計師 設計師自己布的鯉魚 然後我們昨天的腳踏設計從這邊選的 環境非常非常舒服 在這邊也可以下午茶的 也好 來了來了 好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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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市場的概念 我們剛剛已經去退房了 然後準備要到下一個景點去 那金澤居的部分啊 就是整體來講 我們真的是非常推薦給你們 他跟彈心閣 是算是姊妹姊妹民宿 這邊是彈心閣老闆娘的弟弟開的民宿 然後那邊是二屆 那兩邊的風景都不大一樣 那大家可以挑選自己比較喜歡的風格去入住 好那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如果你要住彈心閣的話 離鯉魚潭很近走路就可以到 但是在金澤居這邊啊 他的周邊雖然不像鯉魚潭 有那麼大的一個風景區 可是他應該說他沿著這個民宿周邊啊 他的田園風景啊 他也有很多單車的腳踏車步道可以去遊玩 所以整體性來講啊 如果說你們來花蓮玩的話 要玩得很放鬆 然後不用很緊 在金澤居這邊啊 就很推薦給你們 帶著全家大小 然後在周邊的那個蓮花公園啊 然後去騎騎單車啊 享受一下在地的風情 那今天金澤居的推薦 希望你們會喜歡囉 那後續我也會持續再推薦 很多很好玩的民宿 很優質的民宿 那喜歡我的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吧 掰掰 請幫我按讚 他為了這地方 請把這地方放在一起 請按讚 小伙子 超什麼 效果